各位朋友们 四川的天空 终于堵住了吗 有点难了 太阳只要晴几天了 天马上就要黑了 这三只珍珠鸡多嚣张 其他鸡就在下面 他要做点山 就唱歌了吧 来手下澳江湖 这个棚也被风吹掉了 又得修了 看来用这种胶布不行了 还是得用瓦给他做一个 等下半年用瓦给他做了 河水也静静的退去了 不过还是那么的欢 要持续一个多月吧 来看看鸭子有没有全回来 每天这个时候都要来看一下 大体估一下树 看有没有少一群的 少一只那种不好说 少一群的 一下就能看出来了 这是那一群年轻的鸭子 就来几十只的 看没到窝里去树 年轻人 就是不服管教 年轻鸭子也一样 好像有十多只公鸭 整天买的时候两块钱一只 很多朋友说全是公鸭的那种 其实还是不是的 公鸭可能只有十多二十只 现在天晴了 管载又来上班了 一副不情愿的表情 这几天不会下雨的 别担心 下次下雨就把你弄回去 改天来给你 再做下你的窝 现在不会下雨 今天晚上别再吵我了 每天晚上他不爽的时候 就来吵我 乖啊 你是最乖的鸭 门村最靓的窄啊 你看现在鸭子都在了 都是你的东楼呀 明天给你骨头吃 以前珍珠鸡就被叼走了 你在这里他们不敢来 好了朋友们 今天我的工作算是基本结束了 不知道你们呢 这就算是我一天的收尾工作吧 把狗牵到这里来担着 看看鸡鸭 然后这一天结束了 听黑了 再见了朋友们